在王家庄待不下去了 张怀珍的家,离玉秀的家并不远,只隔了一条巷子,以前倒没有怎么交往过,张怀珍倒也不属于少一窍的那一路,人还是蛮聪明的,关键是出身不好,相当不好。 怎么一个不好法又复杂了,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,说起来张怀珍其实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岁数了,可是说一个坏一个,再说一个再坏一个。 媒婆想,还是门当户对吧,给张怀珍说了一个汉奸的孙子。 汉奸的孙子倒是同意了,送来了一斤红糖,一斤白糖,二斤粮票,六尺不正,二斤五花肉。 很厚的一份见面礼了,张怀珍断然拒绝,怎么劝都不行,母亲劝都不中用。 退还了彩礼,张怀珍几乎成了哑巴,一天到晚不说一句话。 村子里的人说,主要还是媒婆的话伤透了张怀珍的心。 媒婆丢了脸面,指着路边的一条小母狗,大声说, 就你那大腿根还想岔开来拉拢群众,做梦呢。 张怀珍铁了心了,不嫁了,整天拉了一张寡妇脸。 谁来提亲都闭门不理。 不过张怀珍倒是和玉秀做起了朋友,一来一去的谈得来了。 张怀珍有玉秀这样一个朋友蛮自豪的,话也多了起来, 人前人后说玉秀的好。 这一天的傍晚,张怀珍收工回来,扛着钉耙,在桥头刚好碰到玉秀, 可能是周围的人多。 张怀珍这一天特别的反常了,有了炫耀的意思。 为了显示他和玉秀不同一般的关系, 居然把胳膊架到玉秀的肩膀上来了。 刚好对面走过来几个小伙子, 玉秀忙着弄姿,甩了甩头发, 头发却被张怀珍的胳膊压住了。 玉秀说,怀珍,胳膊拿下来。 张怀珍没有,反而和玉秀挨得更紧了。 玉秀的上衣也被张怀珍的胳膊挤歪了, 扯拽得一点衣向都没有了。 这是玉秀很不高兴的, 玉秀拧紧了眉头,说, 怀珍,你嘎着窝里的气味怎么这么重。 这句话许多人都听见了, 张怀珍万万没有料到玉秀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, 一声不响的拿下胳膊, 一个人回家去了。 吃晚饭的时候, 玉秀的灾难其实已经降临了, 只不过玉秀自己不知道罢了。 玉秀捧着碗正站在巷口喝粥, 突然走过了一只小小的队伍, 都是五六岁七八岁的孩子, 十来个, 他们每个人捏着一把蚕豆, 来到玉秀的家门口, 一边吃一边喊, 哄哄哄, 王尿湖, 哄哄哄, 王毛刚。 玉秀开始没有注意, 不知道王尿湖和王毛刚的意思, 但是立即懂了, 意思是很明确的, 毒就毒在王尿湖, 还王毛刚。 玉秀端着碗, 捏着筷子, 只有装傻, 还没法阻止人家的, 孩子们的动静相当大, 很快便有几个孩子自愿地站到队伍里去了, 跟着起哄, 队伍就是这么一个东西, 只要有动静, 不愁没有人跟进去, 队伍越来越长, 声势也越来越浩大, 差不多是游行了。 孩子们兴高采烈的, 脸红脖子粗的, 哄哄哄, 王尿湖, 哄哄哄, 王毛刚, 哄哄哄, 王尿湖, 哄哄哄, 王毛刚。 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, 只是好玩, 说的人当然是不明白的, 然而听的人都明白。 这就有意思了, 巷子里一下子站满了人, 都是成年的人了, 看戏一样, 说说笑笑的, 热闹非凡了。 尿湖, 还有毛刚, 原来只是一个暗语, 一种口头的游戏, 现在不同了, 他们终于浮出水面了, 公开了, 落实了, 成了口号与激情。 所有的人都是心照不宣的, 玉秀站在巷口, 还不好说什么了, 脸上的颜色慢慢的变了, 比光着屁股, 还不知羞耻, 就觉得自己是一条狗。 这时候, 太阳已经快落山了, 王家庄的天空残阳似血, 玉秀站在巷头, 想咬人, 却没了力气, 嘴里的粥早已经从嘴角流淌出来了。 框框框王尿湖, 框框框王毛刚, 框框框王尿湖, 框框框王毛刚, 蛮上口的, 蛮好听的, 都像唱了。 离家之前, 玉秀发过毒誓, 前脚跨出去, 后脚就再也不回王家庄了, 再也没有脸面, 在这个地方活下去了。 玉秀不打算和村子里的人算账了, 个个有仇, 等于没仇, 真是狮子多了不养, 不说他了, 玉秀认了, 玉秀不能放过的倒是玉碎这个鄙丫头, 玉秀在王家庄这样没脸没皮, 全是玉碎这个小婊子害的, 要不是小婊子在玉秀的脸上放了那两个最阴损最毒辣的屁, 玉秀何至于这样, 不能放过他, 越是亲姊妹越是不能放过, 这个仇不能不报。 拿定了主意, 玉秀说动就动, 天还没有亮, 玉秀便起床了, 一手端着煤油灯, 悄悄来到玉碎的床前。 玉碎这个小婊子实在是憨, 连睡相都比别人蠢, 胳膊腿在床上撂得东一榔头西一棒的, 睡得特别的死, 像一个死猪。 玉秀割下煤油灯, 掏出剪刀, 玉碎的半个脑袋转眼就秃了, 却又没有秃干净, 狗砍过了一样, 古怪极了, 看上去都不像玉碎了。 玉秀把玉碎的头发放到他自己的手上, 顺手又给了玉碎两个嘴巴, 打完了, 撒腿便跑。 玉秀跨出门槛的时候, 终于听到玉碎出格的动静了, 小婊子一定是被手上的头发吓傻了, 又找不出缘由, 只能拼了命地叫。 玉秀的脚底下跑得更快了, 跑出去十几丈, 玉秀想起玉碎紧握头发的古怪模样, 忍不住笑了, 越想越好笑, 身子都轻了, 却差一点笑叉了气。 玉碎这个小婊子真是蠢得少有, 这么老半天才小得喊疼, 足见这个小婊子脑袋里装的是猪大肠, 提起来是一根, 倒出来是一堆。